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种 因为你的这个生理疾病 生理疾病已经修复完了之后 但是大家在照顾上可能因为不熟悉 可能或许轻护老人家心理层面的一些需求 老人家如果在不同的疾病阶段 他有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 如果老人家他是本身还有功能 他可以自动行走扶杀疾病 疾病的初期的时候 其实这个穿脱型的裤型的这个治疗裤 对老人家来讲是方便很多的 他可以自由活动 他的防漏效果其实也不错 最主要让老人家他觉得他的生活是正常的 他并没有因为他的某一些伤病 或是退化的失能表现 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病人 所以照顾老人家的时候 除了生理层面 心理层面真的要多顾及一些